中央设计者罗愿勺台北20日电,美国国家档案局里一只一只的箱子装满边上长长序号的档案,旅美软体工程师肖心胜今年发起志工团前去调阅翻找有关台湾的资料,一切源自对台湾史的好奇和追索,读完中学赴美的肖心胜现驻纽约,他遗憾小时在台湾,学校不教台湾史, 一只美国后,从接触到的台湾人那儿听来陌生的台湾历史点燃他的兴趣,他9月回台在台北告诉中央设计者,在美国中华民国并不存在,渐渐的台湾人会去思考台湾究竟是什么,34岁的肖心胜去年在纽约的G.0V.黑客松活动提出国家保障计划